歡迎你們收看 醫師好辣 今天的清理色度男生 歡迎八位來賓帥哥 今天好辣醫師團 邀請到四位特別來賓 快來看看他們的醫界生活 有什麼不一樣 指販小護理師舞雄 嗨 今天我們話題要比較特別一點 對 你看有什麼特殊隊醫師 消防隊的這個收救員 還有我們高山醫學醫師 還有五國界的醫師 台灣截至目前為止有13個人 醫療人員還有其他的人員 去出過任務 不只是醫生 還有一些行政人員 還有一些後勤也需要這樣子 那有時候人家問說 你們怎麼樣去怎麼樣配合 去出任務 事實上我們會根據每一個 已經被招聘的人員的 可的時間可以配合的時間 然後我們根據前線任務 在什麼時候有什麼樣的空缺 去幫他們鎂合他們的任務 我們應該讓觀眾先知道 它是一個組織嗎 對它是一個全世界最大的私人 醫療組織 那我們有任務的地方 在非洲 東南美 最缺乏醫療資源 或者天災人禍的地方 我們任務通常是最短 是六個月到九個月 那有四個科別的醫生可以特別短 就是麻醉 外科 骨科 跟婦產科 你說可以特別短 是說九個月就可以離開這個 三個月 三個月就可以回來 這四個科別 這四個科別去三個月就可以回來 那這三個月會在同一個國家嗎 還是到處跑 都在同一個國家 很少到處跑 到處跑的機會非常非常少 極度稀有 但是基本上同一個任務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確保 你去的任務的安全性是怎麼樣 所以當然會盡量減少你在當地的移動 或者減少你在不一樣的任務當中的移動 所以你這樣形容 你們去的地方都還蠻危險的對不對 有時候蠻危險的 從電視新聞看其實都還是有風險的 不小心就會出意外的 因為目前疫情的關係 那其實我們有人會覺得說 疫情的受到能不能出任務 其實是可以的 只是要把隔離的時間算到任務時間裡面去 所以說我們在疫情期間也不會說 因此就中斷對於前線的資源跟治療這樣子 我出過七個任務去過四個國家 最長大概有九個月沒有回過台灣 但是我不是說同一個 因為我是麻醉科 我不是說同一個任務裡面在九個月 我是去了一個任務裡面之後 我被調回比利時去學法語 他給我上了三十個小時密集的法語課 然後就把我送到隔離民族共和國去 然後就放我在任務裡面自己去 自己處理所有的一切 他叫我把所有我每天會用到的法語寫成英語 然後一句一句教我怎麼樣在手術室裡面 去跟我的員工溝通怎麼做麻醉 那我就其他的生活上的語言就自己去學了這樣子 但我第一個任務不是鋼果 第一個任務是南蘇丹 一開始我是跟一個菲律賓來的婦產科醫師 去重啟一個很多個月沒有用的手術師 那手術室裡面什麼都沒有 那我跟他準備了很久 然後從倉庫裡面搬東西 去找藥品把它佈置好 從其他國家去的醫生大概有五到二十五個不等 但我們會請很多當地人來做我們的員工這樣子 那我這邊有一張照片是我當地員工的照片 中間是我 那其他是我的手術室的員工 那我在陪他們做消毒 然後這個是我要離開任務的前一天 那個白人女性是一個澳洲來的駐產室 其他都是我們的員工這樣子 把手術室準備好之後 有一天下午我們突然就別到通知說 有一個產婦要擊破補償 然後我們就以為我們都準備好了 然後我們就把產婦接進來 結果那個手術室的那個窗戶 其實在非洲的窗戶 它不是全部打開 它的它就上面一排有光透進來 下面全部都用紙貼起來 那我們所病人一進來之後 就這個 這上面嗎 上面有透光 下面全部都貼起來 我們進來之後才發現說 我們我看得到東西沒有錯 但是婦產科醫生完全看不到手術的部位 對 旁邊那個比較高的那個叫Santino的當地員工 他就去跑去拿了那個太陽能的日光燈 然後我們還把其他的同事 從外面叫進來幫忙 才完成這台手術這樣子 當然經過這一台手術之後 我們學到了很多教訓 後來經過所有團隊大家的努力情況下 大概在一個禮拜之內 我們就把手術是該有的東西 統統都準備好 在手術結束的時候 還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沒有發現 這沒有水 沒有清洗的水 因為沒有自來水 那清洗的水要怎麼來 就是要靠人工水桶一桶一桶跳過來 然後外面有個很大的 像鼓勵出水槽的東西 那這件事情也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一天要安排多少人 要來送幾次水 後來是一天來送四次水才夠 遇到這種狀況 會不會有一種 我是誰我在哪裡 我怎麼會在這裡 要說我會回去 我怎麼會在這裡 在這一台手術結束之後 其實我差點就想離開 但是我有想過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都準備了這麼長的時間 才來到這個地方 那如果這個任務沒有結束 我就離開的話 那我以後還會有下一個 我覺得總部可能會覺得 總部可能會覺得 我不太不夠格 所以我後來就咬牙留下來 要經得起挑戰 我們的工作環境 不只是在手術室裡面 雖然我是麻醉科 那這是一個小女生 她背上一個非常深的傷口 她固定時間就來清創 我旁邊那個是一個 印度裔的美國醫生 那她就是小兒科醫生 她故意幫她清創的時候 因為這個小女孩太痛了 所以每次都在那邊哭 尖叫什麼的 所以我就去幫她做麻醉 讓她在換藥的過程當中 不要這麼suffer 不要這麼不舒服 瓜哥其實我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我以前也到過非洲 但是我拍攝的 不是他們無國界醫生這個組織 我拍攝的是另外一個 有一些台灣醫生 還有一些好像很年輕的醫生 在那邊幫忙行醫的 然後我覺得因為 就像醫生剛剛講的 他們的物資有限 我去看他們的醫院的時候 甚至他帶我們去看手術房經過 那手術房的門還是壞掉的 然後醫生還在裡面 幫一個黑人開胸這樣 我都站在那邊就可以直接看到 他們的物資真的有限 所以他們能給的其實就是 可能在台灣的環境 我一定是給到100分好了 那那邊可能只能3 40分這樣子 對 那有另外一個情況 我是要分享的 就是2005年的時候 我遇到了這輩子 唯一一次我快要嚇死的經驗 那一年剛好去北印度的 克什米爾地區 05年的10月 那天發生了 這麼大 我剛好就在印度跟巴基斯坦的邊境 對 我記得非常清楚那天 因為它地震是發生在凌晨 然後我們早上4點多 5點就起床 準備要出發去拍攝 克什沒有羊毛 很有名 然後那天我們住在一個船屋上 那個湖叫達爾湖 它船屋很漂亮 木造的 然後還有一個魚頭的造型這樣子 然後我們從船上 要到陸地上去拍攝 那那天就很奇怪 我們就坐那個小船 然後就奇怪了 今天早上怎麼鳥這麼吵這樣 所有的天上密密麻麻的 全部都是鳥在飛 然後又隔了一會兒就看 那湖裡面怎麼像雪壁一樣 一直冒泡泡 好恐怖喔 好可怕 沒有 我自己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樣 我還問攝影師 好像雪壁喔 這樣 後來一看不對 那旁邊的房子 木屋 倒的倒 高腳屋 在湖區的高腳屋 板子都裂開了 然後還有那種抱著柱子 在那邊哭的媽媽 還有 其實當時已經搖完了 後面可能是魚鎮吧 然後就有 我也看到有人就是嚇到跳水的 那一天我們還是照樣走行程 結果我們走在一個 鄉間的小路上 那條路只有來回各一線道 就開一開開一開 快要到邊境了 快要到了 然後就車子全部都停下來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等 想說是有車禍還怎麼樣 隔了十幾二十分鐘 導遊去問了 然後回來的時候 叫我們趕快上車趕快上車 先坐在車上 想說發生什麼事 他也講不清楚 結果隔了一會兒就看到 那個頭拉固巴士 一亮亮往城市去 那車上的人全部都是拿著 棍子 石頭 然後一直在喊口號 那一天這氛圍就很奇怪了 那時候我才第幾次出外景 我都已經覺得好快 我怎麼會遇到這種事情 那你們有沒有把它拍下來沒有 我看攝影師不敢拿出來拍 因為你知道嗎 在那種情況下 你拿出一台機器 然後這樣子對著人 他可能會砸你 人家以為是火箭筒 人家真的會以為是火箭筒 到那裡鄉下的地方 結果後來看情況不對 我想我們也去不了了 後來我們就決定 我們兩台車就掉頭 回頭回頭 回到我們住的地方去 結果才掉頭沒多久 前面開始冒出那個 打起來了 因為克什爾米爾是戒嚴的區域 就是十字路口 都有軍人在那邊散燒 所以他們集結軍力很快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兩邊就起了衝突 結果就開始聽到 啪啪啪啪啪啪 槍聲 然後很多人 我就是回頭看 然後我還不敢拿相機起來拍 你知道嗎 我如果是戰地記者 我應該就會拍 我很怕 一拿起來就啪啪這樣 OK 然後就看到他們 就是有扔石頭的 然後警察在那邊 射那個催淚瓦斯 蹦蹦這樣 嚇死 結果你知道後來 我們被 大概隔了幾台車而已 就在我們前面發生 然後我們那時候想說 右手邊有一塊很大的空地 我們開過去看有沒有路可以走掉 結果我們的車才剛轉過去 就一台吉普車過來 跟我們 我們擋到他的路了 那一台敞篷的吉普車 我坐在前座 我的畫面非常清楚 那個人原本是坐著 然後他就站起來 然後就這樣 就這樣來了 就這樣來了 然後我就是 我坐在前座 我就是雙手投降 然後慢慢的貪軟這樣子 對 對啊 你被打就打了 對啊 然後我就慢慢的這樣躲下來 這樣子 然後舉雙手 我也不會講他們的話 然後我回頭看那個 我們的司機阿公 我要跟他講說 Back 他已經這樣 他就發高 後來打盪 然後後退 後退 後來那個人看我們就知道 不是暴動的人或怎麼樣 那也是軍人 他就挑張車 他就開走了 好險就這樣開走 然後我們趕快躲到後面去 這其實往回頭看 他們就是暴動 持續了好一段時間 然後最慘的是 那時候早上發生地震之後 他們的基地台 通訊都不行 以前沒有智慧型手機 也沒有網路 那時候手機訊號 簡訊都傳播回台灣 所以那時候台灣這邊 都很緊張 對啊 萬一有什麼事人家也不會知道 都不會知道 好慘喔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